我们看这一题 他们说夏略有关地尺的说法 哪些正确 我们晓得说 那个地球 的里内部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磁铁 这个大磁铁它的N级 是在南方 但不是正南方 我们所谓的正南跟正北是怎么看 就看那个地球它的自转 地球自转的话 这个是转轴 那这转轴 这边的话是北方 这边是南方 所以这也是北极这也是南极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地尺 地尺的S极是在北极的附近 那地尺的N极是在这个南极的附近 然后这个磁场的话 是由N极 跑到S极 所以你在地球上摆一只磁针的话 这个磁针 它的N极的话 会指向什么呢 指向北方 但事实上不是指到 这个正北极 而是指到什么呢 指到这个 地球的S极 那S极跟正北极 稍微有点差距 下列有关地尺说哪些正确 我们看A选项 地球磁场的N极 在地球的北方 这个错了 N极的话是在南方的附近 B选项 B选项 B选项的话是说 磁针的N极 磁针的N极的话 只上地球的北方 这个对了 虽然不是 绝对正北 而且是大致上 大致上的北方 这个是对的 再我们看 C选项 C选项 它说 这个赤道地区的 磁琴角 约为90度 对不对 我们知道说 什么叫磁琴角 磁琴角就是说 这个东西 我们讲的都是水平面 这水平面的话 但是磁场 磁场的话 在那个赤道的附近 才差不多是水平 但是在其他地方 在其他地方的话 它可能会稍微 稍微 偏什么 偏上面一点 比如说在什么 在那个 稍微 稍微这个 别尾的地方 稍微的别尾地方 它会稍微 稍微 往上勤 那这个我们称为磁琴角 就是磁场方向 跟水平方向的夹角 这个叫做磁琴角 好 然后他说这个 赤道地区的磁琴角 约为90度 错了 约为零度 就是在这赤道附近 它这个磁场方向 跟什么呢 跟水平方向 差不多是平行的 所以 稀这个形象是错的 稍微看看 好 那磁琴角 是90度的 大概是在哪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 S级 跟N级的地方 因为磁场方向是这个方向 但是水平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样就是90度 所以南北级的地方 才是90度 上概呢 低选项 各地区的磁琴角都相同 什么磁琴角 磁琴角就是说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在 地球这个地方 地球这个地方 正别是这个方向 但是它呢 S级是这个方向 然后磁场是这样过去的 所以你把什么呢 把这个磁针放上去的话 它的什么呢 磁针会指向什么呢 指向这个方向 指向这个方向 而不是指向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正别 那这个角度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那个磁边角 那磁边角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比如说 你在这边的话 差不多了 如果 如果这个 S级跟N级的话 是在 这一条湖上 湖上面的话 那这里的话 磁边角就等于 因为它指向这个方向 指向这个方向 是正别极的方向 也是S级的方向 如果在这里的话 磁边角就等于0 但是在这里的话 磁边角就这个角度 所以磁边角的话呢 地球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呢 D选项是错的 好 让我们看呢 E选项 地区分布的对称轴 地区分布的对称轴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N级跟S级 的连线 我们说那个 地球内部的话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磁铁 就是这个大磁铁 它的走向 地区分布的对称轴 就是这一条 与地球的自转轴 地球自转轴 是这一条 不重点 这个对的 所以答案的话 应该要选 B跟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